而系纸区的礼环境认证 这一次虽然参与了礼比去年还要少 但是成绩却比去年好 21个礼参加就有15个礼拿下五星级认证 奖金总共有270万元 系纸各礼的环保志工大集合 今年初的国家清洁周系纸区公所及清洁队 把大家集合在一块进行大实施 各个礼的志工和宣导标语合照 要将礼内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 就是他们这份心也让居住环境越来越好 由新北市政府环保局举办的礼环境认证 今年细致成绩比往年还要好 有14个礼得到五星级的认证 每个礼的奖金可以得到15万元 另外有5个礼是得到四星级 奖金是各10万元 还有两个礼得到三星级 奖金是5万元 所以这总共的奖金是得到270万元 从105年的四星级认证 然后从进步到最高荣誉五星级 从106年107年有这样的成绩 其实要归功于我们所有的环保义工 大家平时的努力 才能够有这样的成绩 那我相信新北市能够连续八年 得到全国一个环境清洁 一个第一名 跟这样的一个政策 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成绩出炉 西子区今年参加21个礼 就有15个礼拿下五星级 其中去年五连霸的礼门 厚德北山金融复兴等几个礼 今年继续残联 至于胡联礼 从105年开始参加之后 也进步神速 除了第一年 因为礼内属于大型社区 无法成立黄金职首展之外 就这两年都勇夺五星 这也让志工们士气大振 通报局也会有一笔奖金 来等于说来鼓励 鼓励每个礼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改善 或是一些设备的充实 那所以我们每一位志工 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荣誉 大家都心里都非常的高兴 平常的流的汗水跟付出 也得到再一次的肯定 所以这次的成绩 对汐止地区来说 对个礼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也希望说明年 大家能够持续的参赛 让我们汐止地区的环境 越来越干净 越来越漂亮 汐止区50个礼 去年有25个礼参加 三星的比较多 今年少一点 21个礼参加 14个礼拿下了五星 总计奖金有270万元 互联礼的礼长说 最高荣誉有15万元 等于鼓励每个礼来做环境的改善 或是一些设备的充实 不但鼓舞志工的士气 平时流的汗水与付出 也得到了再次的肯定 这层慧玲席子才不莫道